第三十章 怀疑 像是幽冥的通道 漆黑一片深深不可见底的巨大漩涡倒挂在天际 如九幽妖魔张开了恐怖的大嘴 要吞噬世界的一切 狂风凛冽 风卷残云 雷声隆隆 电芒窜动 张小凡栖身飞进 烧火棍玄青色的光芒闪动着 在漫天黑云之下显得引人注目 陆雪奇望着张小凡裹在清光中冲来的身影 欲脸煞白 神剑欲雷真诀是道家宪法中的无上其数 以凡人之身引发天地智威 可以想见陆雪奇身体此刻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天涯乃不是出的神兵 本来正是用来施展神剑欲雷真诀的好兵刃 但与此相比 陆雪奇本人的道法修行确实不足 此刻 他只觉着天际乌云之中 无限的距离如汹涌澎湃的怒涛向他的身体里涌来 全身上下 外人看似没有什么变化 但体内血气沸腾 几乎都要被这股大力胀破一般 若不是天涯不断吸走了这汇聚而来的汹涌俱立 陆雪奇只怕早就支撑不住了 风声呼啸 雷电轰鸣 他凌空而立 恍惚中几乎以为自己像是风中无力的小草 下一刻 他想起了师父水月传他这奇术时的话 雪奇 你资质之家 是我生平谨鉴 但这真觉威力太大 故反噬之威更是佩不可挡 你修道之日上前 虽能勉强掌握 但千万不可随意施法 免遭灭顶之灾 轰的一声炸雷 几乎就是从通天风当头的天空大响 每个人都隐约的感觉到脚下土地轻轻的晃动了一下 仿佛上鼓的雷神被人惊扰了沉眠 狂怒嘶吼 一时间人人变色 张小凡此刻距离陆雪奇只有两丈 看了这威势 任谁都知道一旦陆雪奇施法完成 只怕他便要灰飞烟灭 只知他突然全身一紧 身子竟如撞到一面软墙一般停了下来 前进不得 张小凡在刹那间 面如死灰 神剑玉雷真觉 是青云门镇山奇数之一 何等神庙 在施法时 通过神兵自然而然的在施法者身边布下了一层无形的护照 张小凡竟不得进 烧火棍光芒更盛 却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或许在灵力威势上 张小凡的烧火棍并不逊于天涯 但在功法上却相差太远 他只是以本身的灵力催发烧火棍的威力 决然比不上陆雪奇那经过千百年青云门各代祖师千锤百炼的无上奇数 但就在这绝望一刻 眼看天空中那巨大的漩涡旋转更起 雷电大作 天涯神剑的光芒越来越亮 这绝世的仙法就要施展完成的时刻 陆雪奇却忽然身子一震 原本雪白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大口的尖血 几乎在身前成了一道血雾 天涯神剑 瞪时光亮摇晃 似有不稳 陆雪奇银牙紧咬 闭上眼睛 将全部的心理灵性 全部集中在天涯之上 片刻之后 天涯的亮光稳定了下来 反而更胜从前 灿烂夺目 不可逼世 乌云中一声巨响 那巨大的漩涡最深处仿佛出现了一道亮光 那是无数闪电正汇聚成衣 隐隐的正对着陆雪奇手中的天涯神剑 只是 陆雪奇的心里却是一阵的绝望 风声中果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呼啸 她全力护卫天涯 却再也无力顾及身判的护照 张小凡大喜之下 于那烧火棍化作一道玄清的光柱 划过天际 冲向着在风中摇摆的美丽女子 就这样了吗 一切都到这里为止了吗 她的心头忽然平静了下来 在那一个瞬间 心头这么淡淡的想着 这个瞬间 短短的瞬间 天地是安静的 凝固的 所有的东西都定在那里 只有她立在风中衣衫飘飘 黑发浮动 睁开了闭上的眼 望着前方那道急驰而来的清光 那一刻 仿佛永恒 张小凡望见了她和她的眼神 她在风中雨中独自的助力 面对天地巨威却如此安详 只是她脸色微微苍白 眼中竟有一丝哀伤 还有一丝惊慌 风雨呼啸 凄凉的天地 这美丽女子与她静静的相望 那是谁的眼神 哀伤而这般凄凉 仿佛昨夜 那个人为情所伤 那一种痛 深深入了骨髓 深深入了魂魄 深深 深深 是你吗 那个爱恋着别人的女子 你斩钉截铁一声不悔地念着她吗 张小凡忽然笑了笑 带着一份哀伤于心思 恍如昨夜 烧火棍融入到天涯神剑光芒之中 所有人都再也看不清他们二人的身影 也看不到烧火棍的光芒忽然暗淡了下来 此刻 天际巨响 一道巨大无比的电柱从天而降 落到了天涯之上 整个天地 满天的神佛 仿佛在同一时刻 一同吟唱 巨大的光柱从天涯上折射而出 带了毁天灭地的气势冲向了张小凡 生死关头 烧火棍腾空而起 挡在了主人的身前 下一刻 张小凡被光芒吞没了 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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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乌云散去 光芒消失 人们正正地看着天空 看着那一个少年 紧紧握着一根黑色的烧火棍 如一颗受尽折磨遍体鳞伤的石头一般 直直地掉了下来 他没有掉在地上 天不易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身下 接住了他 只见天不易的脸色凝重 出手如风 立刻撬开以毫无知觉的张小凡的嘴 从怀中拿出一个小瓶 也不管多少 把倒出黄色的药丸直接倒到了张小凡的嘴里 那要完 入口即化 田不易一声不吭 腾身而起 一道赤芒立刻升起 载着他风驰电掣而去 竟是不再向场上看上一眼 看那方向 是回大竹风去了 苏竹等大竹风一脉众人 也纷纷跟了上去 这时 脸色苍白的陆雪奇落了下来 立刻被狂喜的小竹风众人包围 在师姐们簇拥下 他却一言不发地抬起头 望着天空中渐渐远去而消失的那道赤芒 振振不语 他仿佛在黑暗中沉眠了千年 渴望苏醒却无法睁眼 在沉沉无边的黑暗中 只有他孤独一人 只是他决然不愿 便在这黑暗中截然独行 然而除了黑暗 竟是无路可走 于是他悲愤 身心处有熊熊大火燃烧不止 于是 便向那九幽神魔取下重视 就算他身体魂魄一起化为灰烬 也要点亮这一点光亮 哪怕为此将世间的所有与他一同埋葬 亘古以来的那一丝利器 竟是桀骜如初 张小凡缓缓睁开了眼睛 柔和的光线映入了他的眼帘 熟悉的居所的味道 漂浮在整个房间 这里 似乎没有人在 他缓缓地坐起 刚想抬手擦去额头上的一点汗水 便只觉得肩膀胸口小腹处一一其剧痛 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疼得脸色发白 他坐在床上 不敢再动 过了两久 这钻心的疼痛才缓缓地散去 这时该是午后了 房门虚掩着 两扇窗子枝起 隐约可以看见庭院中依旧清绿的青草修竹 一向跟着他的小灰和一向跟着小灰的大黄都不见了 会不会又去找肉骨头了呢 他笑了一下 对着这个空荡荡的屋子 自己对自己笑了一下 吱压了一声 门推开了 端庄美丽的苏儒走了进来 张小凡的身子一动 叫了一声 是 师娘 还没起身 脸上瞪时又抽搐了起来 苏儒快步地走到床边坐下 揉声说 你别动小凡 张小凡带疼痛稍退 才向苏儒说 弟子不知道师娘你来 苏儒称了他一眼说 命都去了大半 你倒还有心思记得这个 别废话了 坐好吧 张小凡善叫一下 苏儒替他查看了一番 点了点头说 你外伤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体内经络损伤太重 不安心静养是不成的 张小凡说 是 徒儿给师父师娘丢脸了 真是对 苏儒打乱说 你啊 你给你师父大大长脸了才对 近三百年来 除了当初你师父自己参加的七脉会舞 大周风一脉 再也没有比你更出色的弟子了 张小凡脸色一红 低头说 那 那都是弟子运气好 苏儒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张小凡随即想到说 比试结束了吧 最后是谁夺冠 是那位陆师姐吗 苏儒微微摇头说 不是 是龙手风的旗号 张小凡不知为何 心里忽然一阵酸楚 低声说 原来 原来是齐师兄 他真厉害 连拥有天涯的陆师姐也败在他的手下 苏儒听他什么一说 仿佛也触动了什么心思 嘀嘀地叹了口气 岔开话题说 你这一次伤得可不轻 你师父费了老大的心力救治 听他说了 以天涯神剑运用神剑玉雷真诀 虽然陆雪奇修行不够 但若是你那晚 不是烧火棍替你挡了一下 只怕神仙也无力回天啊 张小凡听了他的话 忽然想起 向私下一看 却是找不到那根黑色难看的烧火棍 苏儒看着他的样子淡淡地说 你拿件法宝 被你师父拿去了 张小凡震了一下 低声说 是 雪奇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师 师父他老人家 苏儒说 你呀 昏迷了五天五夜 到昨晚伤势才稳定下来 今天一早 通天风的掌门师兄传信过来 让你师父去一趟 此刻应该在通天风上吧 张小凡慢慢点了点头 心中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自己也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这两年来 那根烧火棍第一次离开自己 却总有些隐约失落的感觉 苏儒看了他一眼 眼中仿佛也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 但还是说 你刚才醒了 不要太累了 要多多休息 我吩咐过了 让他们不要过来打扰你 三餐让毕叔送过来就是 张小凡说 多谢师娘 苏儒点头说 那你休息吧 回头我让毕叔把饭菜送来 说着回过身子向外走去 就在他正要走出房门时 忽然听到了身后张小凡叫了一声 师娘 苏儒转身说 什么 张小凡看着他 似乎迟疑了一下才说 师娘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龙守峰的林京宇 这次比试结果如何吗 当时我在通天峰上 实在无暇去找他 问一问 苏儒又看了看他说 他进了前吧 但败在了同门师兄七号的手下 张小凡正了一下说 原来他也 谢谢师娘 苏儒微微摇头说 你休息吧 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张小凡缓缓地躺了下来 望着房间的天花板 漠然不语 青云山通天峰上 玉清殿内 道玄真人居中坐着 其余六脉手座也赫然在座 此外 大殿之上再无他人 众人皆漠然不语 道玄真人低眉垂目 看着手中把玩着的一根黑色烧火棍 田师弟 道玄真人打破了沉默说 你怎么看 天不易沉默便可说 张小凡上山之始并无此物 多半是这些年中机缘巧合 在哪里偶然得到这等宝物 苍松道人在一旁冷冷地说 此棍可与天涯相抗 已是神兵之属 但便观天下 从未听说有这等宝物 田不易脸色一沉 愣然说 神州浩土何等广大 不知道还有多少不是出的真奇异宝 你我充其量 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苍松道人脸上怒涩一闪 还未发作 却听小竹风的水月大师 冷冰冰地说 我们自然是井底之蛙 但这黑棍施法时 妖气腾腾 明明便是一件邪物 倒不知道为何田师兄 却看不出来 田不易哼了一声 说 把些黑系的便是妖气了吗 有些红丝便是邪物了吗 若如此 我回去把脸涂黑了 诸位是不是也把我当作 妖魔邪教给染了 道玄真人眉头一皱说 田师弟 你不要这么说话 怎么好端端的说自己是魔教妖人 田不易冷哼一声 甩过头去 不再说话 道玄真人叹了口气 把手中那黑色的烧火棍 放在手边的茶几上说 今日请诸位前来 便是商议一下 一来此次西脉会晤之中 大竹风弟子张小凡手中 多了一件古怪法宝 来历不明而威力绝大 二来 当初我等商议派前四位弟子 去空桑山万福古窟查探 令桑位大家都没意见了 唯有这张小凡 天不易越听越怒 本来他对张小凡修行突然突飞猛进 也有些困惑 对这烧火棍亦有疑心 但在这玉清殿上 别人不说 偏偏对自己门下的弟子诸般挑剔 他如何不怒 当下沉着脸刷得起身 大声说 掌门师兄 你遇待如何 道玄真人没想到田不易 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吃了一惊 众人纷纷侧目 坐在田不易身旁 一向与他关系还算不错的 风回风手作 曾书长 拉了拉田不易的袖子说 不易 掌门师兄也没说什么 你先坐下 道玄真人脸色微沉说 田师弟 此件事的确有些古怪 我为一门之掌 自会秉公处理 你放心好了 田不易脸上怒涩依然 但看着道玄真人脸色 以及身旁曾书长劝了两句 终究还是坐了下来 道玄真人缓缓地说 诸位 此棍刚才大家也都看过了 外表平平无奇 内里却吟有煞气 但最紧要的 是以我等的修行都不能掌控此物 反而是那一个顶多只有 玉清境第四层境界小弟子可以屈用 这是合理 众人包括田不易 都是漠然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修真高人 如何不懂得这个道理 只是没有人愿意说出口来 最后还是道玄真人说 以我看来 这黑棍 多半便是血链之物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在座各位首座 还是微微地变了脸色 所谓血链之物 便是以本身的精血 化入炼造宝物之中 这等奇数 方法诡异艰险不说 法宝的材质 更是苛刻无比 万中无一 而且炼造过程当中 休闲之极 一个不小心 便为法宝凶煞 血厉之气反噬 死状苦不堪言 当然 若能成功 则此法宝 必定是威力绝伦 而且还有一个 更好的地方 便是宝物与主人血气相连 除非有炼造人的血脉 旁人皆不能用之 但也因为是以鲜血为瘾 往往便有了凶煞之气 传说中 这血链之法 传于上古魔神 自古以来 魔教妖人中 代代相传 这并未听说有什么出名的血链法宝 多半是这法子太过凶险 连魔教中人也不敢轻易尝试 只是 如今竟在青云门一个少年的弟子身上 出现了这种法宝 道玄真人望显田不易 田不易的脸色铁青 缓缓地站起身来说 师兄 你说的或许有理 但我还是要说 张小凡不过十六 如何懂得这血链之术 而且他自上山以来 五年中从未下山 来时更是身无常物 又去哪里寻找这 举世难寻的法宝材质呢 苍松道人忽然冷冷地说 或许他是魔教中人 处心积虑 安插进我青云门下的 也不足为奇 田不易大怒说 若他真有如此心机 又怎会在七百会无大事中 在近千人的眼皮底下 去用此物 再有 若他真是魔教奸细 嘿嘿 苍松师兄 你门下那个林鲸鱼 他也不干净吧 苍松道人似是被刺到痛处 起身怒道 你说什么 鲸鱼 怎能和你那笨徒弟相提并论 田不易脸色更黑 哼了一声斜眼看去说 是啊 我那徒弟是笨 但听说还进了前四 倒不知道 苍松师兄门下那叫林鲸鱼的奇才 此次名次又是多少啊 苍松怒道 他是运气不佳 遇到了他师兄旗号 若非如此 又怎会进不了前四 说到这里 他冷笑一声说 反正不是某人运气那么好 一路之上都靠着别人弃拳轮空 才得以晋级 居然还敢大言不惭 田不易大声的说 难道他与陆雪奇那一场也是运气 苍松道人接口说 不错 就是因为不是运气 所以他就败了 而且败的那么惨 几乎连命都没了 田不易越发愤怒 他口舌一向不慎灵活 说不过苍松 但心中的怒气更大 脸色占得通红 怒道 你要怎样 师父也想看看 我是不是以浪得虚名啊 苍松道人竟然是丝毫无意退让 当机站起 傲然说 那我就领教一下田师兄你的赤芒千剑 田不易更不说话 踏上一步 右手已经握住了剑绝 大殿之上 空气忽然像是凝固了一般 放肆 一声大响 却是道玄真人一掌拍在了手边茶几之上 满脸的怒容 站了起来说 你两个 可还当我这个掌门死了不成 道玄登上掌门宝座已近三百年 格高望重 平日里虽然和蔼 但这一下发怒 田不易于苍松道人都是吃惊飞脚 心中震荡 随即退了下去 低声说 是 掌门师兄息怒 道玄真人看了看这些手足 脸上怒容过了半晌 方才缓缓退去 沉忍一下说 田师弟 田不易走出一步说 掌门师兄 道玄真人看着他说 无论如何 这黑棍来历古怪 若真是魔教之物 那张小凡与魔教有何牵连 我们便不能容他 你可知道 田不易微微低头 漠然许久才说 是 道玄真人又说 田师弟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但姿势体大 我们不可不慎重行事 你今天 且先回去 但那张小凡病事稍好 你便仔细盘问 再带到此处 我等再行商议如何 田不易的脸上白一阵 红一阵 忽然间重重顿了顿角 点了点头 连话也不说一句 转身便走了出去 门外一声呼啸 多半是欲见去了 大殿之上 曾书常向道玄真人说 掌门师兄 田不易师兄的大竹风一脉 难得出现一个人才 却出了这等事 他自然心里不甚痛快 你莫要放在心上 道玄真人叹了口气 摇头说 我自然不会在意 田师弟为人我是知道的 也是信得过的 说到此处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转头对小竹风的水月大师说 水月师妹 这几日你门下那女弟子陆雪奇 水月淡淡的说 多谢师兄关怀 雪奇身体已经大者恢复 若不是田不易师兄门下出了那等怪人怪宝 一场比斗中耗去了雪奇大半元气 他本也不会输给别人的 苍松道人脸色一变 道玄真人却以抢先摇手说 哎呀 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计较了 苍松和水月彼此瞪了一眼 转过头去 道玄真人看在眼里 心中是叹息不已 目光不由自主的移到了身旁茶几之上 只见那黑色而难看的烧火棍 正静静的躺在茶几上面 留在这里 留言 你让这边 给你评论 证明 词